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来到6月4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ET开市直经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聂长 是 早安 Irene 美国制造业有数据欠佳 美股星期一反复一点 但是昨晚当然大家都有很多人说 就是因为技术问题影响了多只股票报价 最终导致收跌了过百点 行资期收跌141点 低水近200点 稍后也会问聂长 最新外卫以至港股市况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告诉你的名字 以及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星期一开始 无奈之后出现技术问题 导致巴郡等多摘股票 因为波动而停牌 巴郡A股一度以每股185美元 转手 股价闪跌99.97% 纽交所正调查事件 今早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会取消所有错误的交易 美国经济数据方面 5月份的ISM制造业指数 差过市场预期 显示制造业活动进一步收缩 速拖累美股的表现 资金粒拍入美债 十年期美债息 跌穿4.4厘关口 美股就个别发展 导致中段曾经跌超过400点 收市跌115点 报38571点 标指一度跌0.8% 收市升0.1% 报5283点 纳指反复升0.6% 报16828点 美股指数跌大约0.5% 卖下市104点关 日元会价曾经急升大约0.8% 而比特币一度升穿7万美元 金价最多升大约1% OPEC加成员国的志愿减产行动 将会在10月逐步解除 又价急错超过3% 然后看看焦点美股 Meta升超过2% 亚马逊升大约1% 苹果升0.9% Google升0.4% Tesla跌1% 而台北国际电脑战即将开落 资金供AI概念股 英伟达NVIDIA升4.9% 报1,150美元 迫近记录高位 ARM升大约5% AMD由升跌2% 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曼阿里巴巴比港股跌0.6% 腾讯跌0.8% 截算报371.96% 美团跌1.3% 截算报107.62% 北道和网易也教港股收市跌超过1% 京东就轻微靠韵 汇凤ADR 截算报70.2% 比起本港收市格升1.5% 友邦跌0.2% 健康跌0.6% 香港交所和比亚迪跌了1% 看看今早上外围市况 先看看道指期货 暂时轻轻靠韵 38671.7%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0.5%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8723.7% 跌199.7% 南韩股市跌0.3% 澳洲市轻轻靠韵 即升不够1.7% 新西兰假期之后伏市 股价跌0.1%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跌了一点 跌了七十多点 我们先和聂长谈谈外围的消息 昨晚其实美股未能够延续反弹 因为本身上周五 就最后收市很厉害 昨晚最多消息就是经济数据 就是美国ISM制造业的数据 看到制造业活动也进一步收缩 新订单指数就下跌了 而销售价格指数仍然高企 变得好像反映出产出疲弱 但通胀压力的持续 究竟会否说之前大家的滞涨风险的担心 又会再回来呢 还有对于市场影响又如何 因为导致近日由高位都回落大约2000点 进一步调整的压力大不大呢 其实昨天最主要跌的时候 我想倾向上都是因为那个压煲价问题 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你是上个星期有留意的时候 都有一天是因为那个压煲价问题 所以令到导致有一个受压的状况 所以我想近期的焦点 就是落在那个系统那里 如果你说未来两三个交易日 都没问题的话 才会落到一些经济数据那里 我想现在的关注 就是在第二季整体的经济增长那里 基本上刚才Irene说到一些製造的数据 以至到到到到月中公布的CPI的时候 其实都是某程度上预示 到底美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是如何 因为始终第一季的时候 本来一点几都不是很高 但还要修订了之后 是用一个向下修订的状况 在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你简单来计算 GDP就是1.5度 另外通胀就是3.4度 即是你两个对比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见到是有一个滞藏的状况 我想短期来说 其实都很难做到一个调节 逆转这个状况 一定要是GDP的数据是高过CPI的时候 相对上是走出了那个滞藏的状况 但刚才数据去算的时候 两者差距都差不多差2 还有现时去到CPI的状况的时候 基本上一定是在3以上 所以何时减息的变数仍然是大 如果你不减息的时候 相对上GDP就不能够有刺激的作用 所以都会是差点的 暂时去看的时候 导致受额的风险仍然高 因为反映着是传统股份的表现 至于科技股的时候 因为Ninfidia一直都带着 所以相对上 科技股仍然看到表现是好些 但也要去考虑 如果Ninfidia稍为股价 是出现一个预期中逆转的状况的时候 对于美国一众的科技股 是肯定会有一个受益的 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个不平衡的状况 导致已经见到跌了 现在科技股只靠英伟达一支来 去顶住的时候 其实就不太健康 所以短期我相信 美股下行的风险 都会比较大 也要小心一点 单靠一支Ninfidia 顶不到太久 也要其他股份追得上才行 究竟港股又怎样呢 我们先转看一个港股上日表现 接着就问一下聂长 港股可以怎样补处 昨天6月首个交易日 大市向好夹 恒指高开203点之后 升幅扩大了 曾经弹升近500点 高卫健18573点 全日升323点 收报18403点 大市成交额1323亿 国子升139点 布禄6531点 科子升2.5% 武部3784点 腾讯升超过4% 美团升超过3% 阿里巴巴和京东升大约2% 电动车股做好 蔚来升4% 比亚迪理想汽车升5% 中移动和联通升超过1% 中远海控升6% 部分地产股靠云 恒地升近2% 领展升超过3% 另外忧虑被美国调查 金丝税急跌1.7% 新股优薄手挂高开低售 收市升6% 北水本罗 北水连续13日淨流入 单日再给资34亿 较上星期五明显减弱 但仍是维持淨流入的趋势 股份方面 中指头高息股继续成为北水的重移 中移动吸资17亿9千万 中国宏桥和中国神华 也各获北水淨流入超过2亿 而淨流出的股份方面 工商银行录得正走资超过3亿 中电信也走资2亿9千万 腾讯走资近2亿 我继续和联帅谈谈谈 之前四年跌 星期一终于回稳 一度重上18500点 但最终是站不稳的 但最近好像试了18000关 你觉得支持力是否到了 如何试图呢 现在提到股之前 刚才未估是再补充 因为那个指数 不適合讲 道指方面 特别要留意37,800这个位置 现在是38,500左右 差几百点 所以如果失手了这个位置 就要起码落到37,000才会有支持 至于标指和杜指 标指和杜指现在都在升 可以留意阻力位置的位置 标指先留意5,400点的位置 突破当然是理想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有个心理准备会逐步回到5,100这些状况 至于纳指来说 看了17,000关口 突破了当然可以续一步看17,200 甚至是17,500 如果不能够去到17,000点 特别是今个礼拜比较关键 因为上个礼拜是市村的时候不行 17,000点不行的时候 倾向上来 就有个心理准备 有机会会下跌 近16,000点才会有支持 讲讲港股状况 港股来说 比较强的支持位置 可以落到18,000这个关口 正如Irene问的时候 也是 看到18,000这个位置 是属于一个比较强的心理关口 但也要留意 其实这也是一个分界线 基本上4月22日开始 一路升上来的时候 如果要确立 升势没有被破坏的话 纯粹调整完之后再升 就是要关注着18,000 当时要通过 9,000这个关系上 2014,000这个关系上 都是指径地关系上 超过最多的所行用 那么不往就 稍微遙到